据5月19号的报道 吴军36旅参谋长首次披露 吴军曾在亚素钢铁厂使用星链设备 与吴总参谋部取得联系和传送信息 相信大伙对马斯克的星链多多少少知道一点 假如星链部署完成了 你头顶上就会有超过4万枚的卫星 24小时不间断地盯着你 但凡你稍微做点出格的事 他就能发现 然后指挥和控制各地的导弹武器 对你就是一顿乱锤 就算你走大运瞒过监控 成功发射了动能反卫星武器 或是对美国本土进行了报复性的洲际轰炸 你以为发射成功就万事大吉了吗 千万不要高兴的太早 星链庞大的4.2万颗卫星数量 会让你知道什么叫绝望 随随便便吊诡几颗卫星 进行舍身撞击 你的动能反卫星武器或是洲际导弹 就得直接歇彩 马斯克星链计划真的上述传言的那么厉害吗 它的几万颗卫星是如何做到无死角防空拦截的 如果星链卫星携带了天机武器系统 它又是如何攻击目标 帮助美国取得胜利的 最后 终极武器核弹是否能摧毁掉星链网络 如果摧毁不掉 世界各国又该如何应对 这个令人头疼的星链的呢 先说星链究竟是啥 马斯克老板的公司曾经发布了一个星链计划 就是搜搜搜的向太空扔4.2万颗超巨型低轨卫星 然后组成一个星链网络 明里暗里的意思就是 以后全球互联网络信息 我说了算 4.2万颗扔在全球的低核极地地球轨道啥概念 低地球轨道是指地球上方550到1325千米 极地地球轨道是335到346千米 两者加起来的轨道资源大约才5万颗卫星 马斯克这一家公司一下就占了轨道资源的90% 一点也不让其他公司活 没办法 在国际上 国际电信联盟对轨道资源的获取原则是 先到先得 谁手速快就是谁的 所以以后其他国家在申请轨道位置和频段时 只能选择避开马斯克的星链 吃点轨道资源的残羹剩饭 而没有任何航天技术的国家 就别想了 直接丧失了宝贵的太空轨道资源 如果星链卫星运用到军事领域 那太空就会直接变成美国的后花园 那美国就可以想怎么监控就怎么监控 想打哪就打哪 星链计划与美国刚刚成立的太空军 和星球大战计划密切相关 太空军和星球大战计划 火力军的视频频道以前有详细讲过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看 星链计划运用到军事领域 那是具有极高军事价值的 比如它可以拦截任何进入大气层的飞行器 4.2万颗星链卫星部署完成后 可以组成史上最强大的导弹预警和动能拦截网 密密麻麻的在太空中将地球包裹 相当于美国彻底控制了地球附近的太空 今后要是不向美国报备 没有美国提供数据 其他国家根本就无法正常开展太空活动 而且像之前提到的洲际导弹上天 都要经过美国的同意才行 所以对除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而言 以后凡是要上到大气层发射的武器 基本上算是废了 同时星链卫星还拥有发射全向波数的能力 相当于你发射的航天器就是我的航天器 你能控制我也能控制 这样可以为后续拦截导弹提供数据支持 星链卫星不仅便宜 而且还具有自动变轨和规避的能力 在面对拦截不住的洲际导弹时 美国还能直接变轨星链卫星 采取直接撞击的方式 将你的洲际导弹提前引爆 你照样无可奈何 而且对于来袭的每一颗导弹 星链系统都有5到7次的拦截机会 这样极大的抵消了敌方导弹和核力量的突防能力 因此星链理论上 可以拦截任何对美国有威胁的飞行器 比如2018年5月 在美国国防部的弹道导弹对抗演习中 星链卫星便完成了对来自某国经过北极上空 向华盛顿洛杉矶和西雅图发射的 总计51枚核弹头的载轨拦截演习 并且全部拦截成功 在同年7月 五角大楼不放心 还进一步进行了敌对国家 对美国发起的饱和式打击对抗演习 星链卫星这次直接拦截了 多达350枚的莱西洲际导弹 并且再次全部拦截成功 任你武力值再高 你打不到我就没什么屁用 SpaceX的星链计划 直接改变了美国整个太空的防卫格局 星链卫星分布密度如此之大 那它最强大的地方 自然是全天候无缝情报的监听 而对网络上问的最多的个人隐私问题 除非你是大人物 不然你光定在家乱跑的秘密 我想应该没人会感兴趣 星链可实现24小时不间断的光学监控分析 通过大数据系统 能进行自动的识别分类和跟踪 并且抗干扰能力强 对真假目标辨识率高 地面任何一支部队的调动及数量 都可以被查看得清清楚楚 可以说世界各国的军队 在美军面前将毫无秘密可言 直接将美军对地面及大目标移动物体的监控 拉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既然星链系统的监控如此厉害 那是不是意味着 在星链完成部署时 美国就可以24小时监控全球大气层空间 任何和美国不对付的国家 随时都有可能遭殃 假设我们在星链上的每颗卫星 都偷偷带上天机武器系统 这摇身一变 不就成了巡航太空的智能舰队吗 一旦战争爆发 敌对国家就没得玩了 天机武器在火力军的设想中 就是等离子加农炮 激光武器等能量类武器 因此携带天机武器系统的星链卫星 应该是那种可以吸收太阳光束 将其转化成能量 并且通过彼此传递 最终以发射的卫星为主 将聚集的高能量光束 垂直射向地面的军事要塞 或是攻击大气层范围内的敌对目标 如果能量足够强大 可能只需要一次开火 就可以报销掉整座军事基地 并且因为是垂直攻顶的打击方式 所以无法被拦截甚至躲避 打击的精度相当高 虽然天机武器在短时间内没有办法实现 但是我相信在未来肯定会有 到那时4.2万颗星链卫星 各个都带有小型的天机武器系统 多目标时分散打击 单目标时直接集中能量光束 一炮出去灰飞湮灭 那真是相当的爽力 星链卫星如果不携带天机武器 那一样会很强 至少它可以摧毁太空中 所有敌对国家的通讯卫星 这样所有敌对国家就会成为瞎子 在这种情况下 敌对国家基本上就告别了 用洲际导弹打美国人的老挝的可能 以前呢 一个国家只要有了核武器 那基本上就有了与美国对话的话语权 再不计也能维持基本的核平衡 但现在美国有了星链 其他国家想要瞒过数万颗卫星组成的星网 发射核导弹 那简直是比登天还难 星链一旦部署完成 我想世界上任何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 都不能兴免 你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 那假如核弹能发射成功 并且也能抵达星链卫星轨道 那拥有核弹数量第一的俄罗斯 如果用核弹去摧毁星链卫星 是否能成功呢 星链卫星看似密集 实际上相隔是非常远的 如果用核弹去摧毁卫星 就算一颗核弹的有效作用距离是100公里 那一颗核弹所能覆盖的范围 大约是420万立方公里的球形空间 420万立方公里 虽然是个巨大的数字 但是和真正的太空卫星轨道相比 根本连零头都算不上 星链卫星运行的轨道 是低地球轨道和极地地球轨道 假设我们把全部的星链卫星 按在550到36000公里范围内的轨道上运行 你知道这个范围有多大吗 足足有320万亿立方公里 如果你要摧毁这个范围内的所有的星链卫星 那你就需要引爆76172634颗核弹 别说俄罗斯倾家荡产也凑不出 就算全球核弹加起来也不够零头的 所以用核弹摧毁星链卫星 想法是不现实的 星链卫星除了以上优点外 它还具有强大的通信能力 同时也意味着它可以提供强大的指挥网络 比如像无人机 战略轰炸机 航母战斗群 核潜艇等这种需要高精度坐标的武器 星链可以为其充当敌对目标位置的放大镜 直接将导弹送到敌人的家门口 摧毁敌对目标 星链这种全球无四角的互联网波数覆盖 将进一步提高了美军的作战通讯能力 一个字就是强 如果美国具有这么强的指挥能力 那它要是将自己7000多枚核弹头全部接入星链通信网络 那不就是最强武器加最强制导系统的结合吗 试问世界上有哪个国家可以将其拦截 而像这样信息化的作战模式 美国也是轻车输入 当初在海湾战争 科索沃战争 伊拉克战争等等海外军事行动中 美军就是凭借多种卫星的信息优势 牢牢地掌握着战场的主动权 等到星链计划完成以后 美军只会将这种优势进一步扩大 未来信息战才是主导 而且在未来 星链卫星的作用只会越来越大 比如远程无人机作战 在未来随着使用成本的下降 这类无人机将会大量运用在战场 而星链就会为其提供强大的数据支撑 想想以后的战场 无人机满天飞的情况 还怪让人激动呢 美国除了可以将核弹头并入星链 普通的导弹同样也可以 我们都知道导弹最贵的地方是制导部分 现在导弹由星链做眼睛 可以对导弹进行实施控制 并且比以往的制导方式更加精准 如果以后导弹全靠星链卫星来制导 那美国的导弹价格 岂不是就等于白菜价了 美国以后导弹随便造 在面对打不过的敌军目标时 不多逼逼 咋直接靠数量来取胜 炸它个百八十遍 残忍就完事了 而相对的敌方导弹 因为没有星链制导 不但会成为瞎子 而且导弹的造价昂贵 再加上头顶还有星链卫星的拦截 基本就等同于废铁 说不准还会被星链卫星控制 打到自己家的发射基地 如果以后情况真变成这样 那以后美国的敌人 说实话有点惨 只有挨打的份 马斯克和他公司真是强的离谱 他们是怎么想出这星链计划的 这星链计划直接开创了人类通信的新纪元 想想以前我们用的地球同步轨道卫星 这种卫星只要三颗 就能将通信信号覆盖全球 那为啥不用了 非要搞四万多颗 原因很简单 地球同步轨道卫星离地球表面太远了 要3.6万公里 离得远 信号就差 存在延迟 你想想 你打联盟的时候 是不是特番延迟卡顿 马上开锐全场一波武杀了 一个卡顿延迟让你恨不得砸电脑 那心情比吃屎还难受 费用也贵得离谱 而低轨卫星 速度够快 延迟够低 费用够少 浑身全是优点 像SpaceX的星链卫星 4.2万颗分三层 密密麻麻地包裹着地球 可以无死角地为您提供网络数据 三层网络中最远的 离您只有1150公里 最近则仅有340公里 信号速度快到打联盟 延迟从60到80 一下降低到20到30 甚至更低 是目前家庭宽带的5到10倍 费用也更低 只需几十美元 你就能享受畅通无阻的服务 星链这种低轨卫星数量这么多 是不是特费钱 目前全球国家的卫星 都在往低轨和小型化发展 这种低轨卫星 相比同步轨道卫星要便宜得多 从研究周期上讲 研制小卫星 肯定比大卫星要省事得多 一般只要一年就能完成 而大卫星从研制到发射 怎么着也要五六七八年 没法比 而从成本上讲 传统大卫星一颗基本上要5000万美元 而小卫星呢 研制成本都低于5000万美元 甚至一些质量低于10千克的 成本都不到100万美元 像星链这种覆盖范围广 可全天工作 并且周期短 成本低的小卫星 难道你会不选 流水线上的牛 能力都不敢这么全面 除此之外星链卫星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不怕别人来抢位置 我们以往熟知的地球静止轨道卫星 都是以单颗存在 一旦寿命到头 就会自觉的升高200多千米 进入坟墓轨道 进行自我毁灭 让出原来的轨道位置 而星链则是由多颗低轨卫星组成 当一颗或是一部分卫星 无法工作时 原发射方可以轻而易举的进行补充 因为原发射方有运行数据 其他国家想抢位置都没有机会抢 所以今后这种低轨道卫星资源争夺 只会更加的激烈 马斯克这种高瞻远瞩的战略目光 成功的帮助美国 抢占了极位有限的低轨卫星空间资源 所以美国在面对未来的信息战时 一下子就比别人高了一头 星链这种低轨道卫星 因为距离地面更近 所以能提供更高精度的照片 4.2万颗卫星相当于4.2万颗巨星眼镜 这对其他国家的国防安全构成了巨大威胁 要是你每天被这么多眼镜盯着 肯定也会变得狂躁和坐立不安 星链计划如此强大 甚至连核弹都搞不定 那我们该如何对付它呢 想要对付星链难度系数太大 目前世界上主流的反卫星武器 都是动能反卫星武器 动能反卫星系统 就是利用高速飞行器的巨大动能 以直接碰撞或是爆炸碎片的撞击方式 对目标卫星的打击和摧毁 美空军最早研制的反卫星导弹 是由两极助推火箭 和一个较小型巡地拦截器的弹头组合而成 最后由F-15战斗机搭载 1985年 美国用F-15战斗机携带反卫星导弹 首次进行了拦截卫星的飞行实验 成功拦截了一颗报废的P78-1实验卫星 这有了成功案例 美国接下来的研究就简单得多 20世纪80年代 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提出了动能武器 与以前的直接碰撞杀伤武器不同 它是通过提高速度增加动能来达到杀伤力的 就拿动能拦截弹来讲 只要助推火箭不变 动能拦截弹越小 速度是不是越快 杀伤能力就越强 相应的 如果速度在满足条件的情况下 动能拦截越小 整个动能弹的尺寸和质量也就越小 作战就会更加灵活 比如智能卵石拦截弹和外大气层拦截器 这两者都是天机动能反卫星武器 前者长0.9米 直径10到13厘米 可从航天器上发射 是直接碰撞目标来进行拦截的 并在1990年首次进行 压轨道拦截空间飞行目标的试验 而后者是通过拦截器本体 直接碰撞杀伤目标的 它的拦截弹头质量为78千克 前端是红爱导引头 反正都是目前比较流行的 反卫星武器系统 但是上述的这类反卫星武器系统 基本都无法实现摧毁星链卫星 因为4.2万颗星链卫星包裹地球 看似很多很密集 实际上在太空中 它们彼此之间离得还是很远的 是无法做到集群攻击 可以这么说 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 包括美国自己在内 如果动用动能反卫星系统 去拦截4.2万颗星链卫星 那这个国家即使破产 都不一定能摧毁干净 现有的技术和装备根本无法对其造成根本的伤害 唯一的办法就是寄希望于下一代的高能武器 比如激光武器和微波武器 激光武器简单说就是利用激光的巨大能量 瞬间摧毁目标的一种武器 激光在我们的生活应用也是相当广泛 常见的激光打印 激光切割 激光雷达等等 它被称作最快的刀在军事领域中 与其他武器相比它的特点就是快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 我们都知道光的速度比声音要快得多 打雷的时候都是先看到闪电 几秒以后才听到雷声 激光速能以每秒30万千米的速度射向目标 每小时就是10亿8千公里 而一般的拦截导弹每小时才12000公里 这样一比较 激光的速度比现在的拦截导弹快了8万多倍 这么快的速度目标只要被发现 那必然能被摧毁 而且与其他武器消耗导弹炮弹不同 激光消耗的是电能 如果能量供应充沛 几乎是拥有无限弹药 而且费用要低得多 一次打击的成本只有导弹的几十万 甚至几百万分之一 也不会像核武器那样去造成污染 打一颗星链卫星可以说是绰绰有余 激光武器虽然能摧毁星链卫星 但是需要逐个去攻击 要想全部打完 累都累死了 恐怕到时候仗都打完了 星链卫星也没有消灭干净 激光武器虽然可以摧毁星链卫星 但却不是最佳选择 最佳选择应该是大功率的微波武器 微波武器是利用高能量的电磁波辐射 去攻击和毁伤目标的武器 微波是一种高频电磁波 波长范围在一毫米到一米之间 频率在3000亿赫兹到300千亿赫兹之间 具有许多类似光的特性 威力基本和激光武器不相上下 它的速度同样非常快 地球同步轨道卫星的高度有3.6万公里 微波只需1分秒就可以到达 基本上没有时间延迟 而对付距离更近的星链卫星 那就更是手到擒来了 大功率的微波武器与激光武器相比 属于那种面杀伤工具一次发射 一个扇形面内的卫星都会全部中招 属于无差别杀伤 要是自己的卫星同样在扇形面积内 那你也只能自认倒霉 至于需要多大功率才能打到这些卫星 目前微波武器还处于研发状态 这只能等以后揭晓了 况且马斯克也不傻 他之所以将星链卫星分成高中低三层 估计很大可能就是为了防这一手 马斯克的星链计划无疑是成功了 不仅逆转了美国在反卫星领域的不利态势 而且又一次让美国走在了世界的最前列 火力军对星链计划的看法 可能还存在许多片面的地方 欢迎您来指证 同时也欢迎您在评论区 留下你对星链计划的看法和观点 我们一起讨论本期视频内容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